近來台灣人遭詐騙至柬埔寨當豬宅慘遭淋虐、 轉賣及盜賣器官等案件頻傳, 知名YouTuber好棒棒拍攝詐騙解碼影片, 近日更親自前往柬埔寨救人, 引起社會高度重視。 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批評, 民進黨政府近年極力宣傳新南向, 只談機會,卻無視風險, 容易導致民眾誤判, 結果出事實不上利,救不到人。 所謂的外交突破都是空嘴飽舌, 台人受困柬埔寨當豬宅救不回, 謝龍介批,新南向,外交突破都是空談, 近來台灣人遭詐騙至柬埔寨當豬宅慘遭淋虐、 轉賣及盜賣器官等案件頻傳, 知名YouTuber好棒棒拍攝詐騙解碼影片, 近日更親自前往柬埔寨救人, 引起社會高度重視。 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批評, 民進黨政府近年極力宣傳新南向, 只談機會,卻無視風險,容易導致民眾誤判, 結果出事實不上利,救不到人。 所謂的外交突破都是空嘴飽舌。 謝龍介16日在臉書發文表示, 根據報導,此時約有4000名台灣人滯留柬埔寨, 甚至一說高達6000人。 結果,這麼嚴重的人口販運,國安危機, 卻是由一名網紅拍片才引起關注。 當民進黨政府終於驚覺失態嚴重, 竟然是由警政署長率隊到機場舉牌勸說旅客。 他指出,民進黨政府再度執政這些年, 為了轉移兩岸關係惡化的焦點, 極力宣傳新南向,各種大內外宣, 報喜不報憂,尚有所好,下壁勝焉。 不是與哪個東南亞國家外交突破, 就是在哪個新南向目標開拓商機。 謝龍介說,民進黨政府的置入行銷, 沒完沒了,各種專題、專訪, 或是政論財經節目,常見一名官員, 搭一名台商,再搭一名幫腔的名罪。 你一言,我一句, 把新南向說成留著密語乃的應許之的, 結果是只談機會,無視風險, 容易導致民眾誤判。 謝龍介批評,說句不好聽的, 根本是由民進黨政府帶頭, 替詐騙集團助攻,增強各種話術的可信度, 鬆懈受害者的警戒心,然後出了事。 使不上力,救不到人,什麼外交突破, 都是空嘴飽舌。 指揚小車到底何又可以在設定中, 方式改詐騎集團和据 build, eff昧如安豚成, 誰還能看到與噴有除 Matter 究竟來 Hide condition。 完全無關於乳境处考,